诶,你好,你好,罗台长,哎呀,好激动的,我是丁拉大打过来的,今天是直话直说节目还是,直话直说,今天,今天直话直说,整理问答,我有问题啊,你说吧,嗯,那个,是这样子的,那个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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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,我的佛台供菩萨吧,就在国内二十年,十五年以前就供的, 嗯,这词,就是陶词的像,嗯,但是呢,我,我,因为到了加拿大之后,当时住的条件不好,我就,呃,就有那种佛,叫佛堂吧,嗯,啊,就是说,紫色的佛堂,嗯,就是说,紫色的,就是木头做的,嗯,菩萨像放在里面,呃,上面有那个横披是佛光普照,而左面是佛提,佛提树下礼如来,指灵,指竹林中观自在,嗯, 嗯,就是写的这些字,嗯,你现在问题是什么,我想问一下,嗯,就是说,这,这种,这种佛台放菩萨好还是不好,我是不是,因为我后面已经有那个菩萨被简化了,嗯,我不知道这,这种佛台,我是应该挺下来,还是说,嗯,继续放的,我问你啊, 菩萨,佛光普照,我问你,你把它限制在一个小的里面好,还是,让它大方光明好啊,我就问你,我当然是大方光明,对了,我就问你一句话,一个灯泡,你拿个罩子照起来,你只能对着某一个点,你如果把它整个罩子拿掉,是不是整个房间都亮啊,对,对,对,那我懂了,拍照,嗯,赶然拍照, 谢谢 谢谢